旅客大包小包準備出發前往金門旅遊 沒想到抵達機場才得知飛機不飛了 看到班機被臨時取消 氣得跑到櫃檯討藥說法 不知旅客非常錯愕 負責帶團的領隊也感到很頭痛 一架華信航空原定十一號下午四點五十分 從台中國際機場起飛到金門的航班 由於天氣因素已經被延後了兩個小時 沒想到上了飛機等了許久 又被告知緊急停飛 引發旅客不滿 所以現在還要再坐車回路 對啊 明天再來 明天再過來這樣 對 車輩要繼續不玩 旅客無奈地表示 上午開開心心的出門 沒想要在機場等了四個多小時 現在又得將行李拖回家 行程也因此延後一天 不過航空公司回應 一切都是為了安全考量 在登機的時候機場才知道說 機上有一套那個緊急救援的設備 少一套 那他認定這個航班是不能走的 一個人賠償金就是時數跟交通 一個人就是起投資者四千塊 航空公司零時出包 緊急出面滅火 承諾會提供賠償金 並盡速排除問題 預計十二號就能回復載運 接下來李仙賴文中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在電線新聞 電線說明 盡好新聞